大家好,我是杠金,目前来说我的分数已经来到了无敌鼠黄9776分 也就是说之前我给大家介绍的打法还有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奶酪位就是奶酪位,队友只会影响我们推奶酪的速度 然后这一把是熊猫管,对手是剑客超为蓝鼠 这里我再说一下,我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 我只说我自己的打法,我自己是怎么打奶酪位的 如果我是一个纯奶酪位,我可能会点被动和鸟哨 然后我再叠个讲,我说一下奶酪位是不需要过多操作的 因为只要我们不失误,队友不失误的情况下 奶酪位只用负责推奶酪就可以了 目前奶酪位只需要三个操作,搬奶酪,推奶酪,然后逃跑 这里我们通过原则效果已经知道猫的具体位置 猫这时候在下面,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无脑操作直接推奶酪 如果你打猫的话,你肯定知道惩罚机制是什么 你去抓一个老鼠,如果你没有抓到,那么你的奶酪是必然会丢的 目前我可以打的队伍是双推双救,如果三宝一的话会有一点吃力 双救双推的话会更加稳定 三宝一的情况下,如果奶酪被针对那么节奏,基本都在猫那里的 在现在这个版本,很多车队都会注重奶酪的进度 奶酪推的慢,猫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爪刀,更多的技能 然后他也可以抓到更多的老鼠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奶酪推的快的话,你就会无形中给猫压力 因为他使用的爪刀和技能就会越来越少 目前来说,打的快的话可能四分钟一把游戏 打的慢一点的话可能是八分钟一把游戏 四分钟和八分钟区别是很大的 双推我们已经说过,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双救 救人位的压力大部分来自于队友,如果队友瞬间倒地 那么他是没有时间去找道具来帮你拦截的 所以他只能去救人 现在我被猫抓,我是不打算走的,所以我吹了鸟哨 这时候恶魔还在推奶酪,所以奶酪的进度能保持一定的速度 然后这时候队友要过来拦截了 这时候我们也有罐子,然后罐子直接命中一下 再拿一个冰块再命中一次 这时候你会发现,当猫抓不到老鼠的时候 他的奶酪就会直接丢掉 然后这时候已经推掉了两块奶酪 目前来说所有鼠绑都在打这种打法 只要你去抓我的队友,你没有抓到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奶酪肯定会被我直接推掉 这种打法是适用于各种段位 这种打法无形中会给猫压力 也就是说他抓一只老鼠他需要10秒到20秒之间 如果他没有抓到的情况下 他就会打起来非常非常非常难受 奶酪位是以奶酪为主 救人位是以救人为主 当你已经知道核心的打法 那么你打老鼠就变得非常简单 打游戏每个人都会输 但是我们让游戏变得更加简单了一点 这时候你会发现熊猫股的竹子 基本上恶魔已经退完了 也就是说熊猫股的奶酪差不多已经退完了 那么就掉最后一块奶酪了 如果我们失误都很少的情况下 那么双就双推打起就很舒服了 比如说因为有两个奶酪 如果一个奶酪被针对的情况下 另一个奶酪在推奶酪 奶酪位就变成了拉扯位 同样的道理 如果队友失误少的情况下 那么救人位就可能会变成拦截位 这时候你会发现容错变高了 我们获胜的概率也变高了 不管出现任何情况 猫股很难打断鼠方推奶酪的进度 也就是说鼠方的节奏很难被猫直接断掉 猫方打断不了鼠方的节奏 那么游戏当然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目前鼠方一天能上800分到900分 都是这样的打法 在有限的时间里 你比别人多打5把到10把 你上分速度当然会提升 如果你不注重上分速度的话 你求的就是稳定拉扯还有团队配合 个人感觉前四块奶酪 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拉扯 那么第五块奶酪 我们就需要团队配合了 第五块奶酪如果你没有击倒猫玩家的话 你就需要更多的操作 目前你可以看到 我买了一瓶隐身 这瓶已经是给救人位 因为知道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失误的 如果我们失误的话 就会被猫直接击倒 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 隐身还没给队友 这时候我已经被击倒了 很明显这是失误 但是还好猫的状态并不算特别好 所以这时候我的队友击倒了猫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波我们奶酪可以小推一下 打奶酪位就是不能失误太多 我们已经失误过一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尽量去减少自己的失误 这样打起来会更加更加稳定一点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退下奶酪 猫直接冲过来 我们就直接交漂浮 有什么用什么 第五块奶酪强放期 如果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下 猫是很容易直接翻盘的 只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操作 什么时候不需要操作 那么你打游戏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很明显这个地方是可以开无限门的 如果猫继续抓我们的队友 那么他的强风就会消失 就是像奶酪期一样 奶酪期猫抓我们的队友 他的奶酪会消失 强风期猫抓我们的队友 他的强风会消失 相同的道理 这样打起来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这里我再提个假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 那就有问题 看着指红强能消失 我莫莫留下三天的眼泪 我这时候该说再见 青山不改 绿强流 我先不可能再见面了